大家好 之前我去了印尼的巴厘島玩 如果你也想知道有什麼玩和住了什麼酒店的話 就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用香港護照入境印尼的話 是需要簽證的 可以選擇在上網簽證 或者落地簽證 不過建議會像我一樣 網上先簽證 因為落地簽證有機會會等得久 賺錢方面 其實我早就已經在香港的重慶大廈賺定了錢 你也可以到處先賺錢 一出海關已經有很多兌換店 由於巴厘島的公共交通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這幾天就訂了在K-look的包車 三人車來說一天的價錢大概是300元左右 車廂裡面也挺新速速 而且很足夠空間 放兩件大行李也完全夠空間 因為做基督的關係 所以還沒去到酒店到check in 所以我們先去到第一個景點 就是位於富塔的海神廟 它是一座在海中心岩石建成的寺廟 是巴厘島的六大寺廟之一 潮漲的時候不能通過寺廟那裡參拜 一定要等潮退的時候才能通過 通過這個善惡之門 就可以看到這一片這麼遼闊的海景 那天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參拜活動 所以我們過不了去廟那邊參拜 但就這樣看已經很漂亮 因為不能入廟參拜的緣故 所以我們都逗留了大概半小時左右 走出去就會看到一條很熱鬧的商店街 裡面賣的都是一些傳統巴厘島的手工藝 之後司機帶我們去參加一個免費的咖啡豆 巴厘島其中一樣特產就是貓市咖啡 是利用瀉香貓的身體 將這些咖啡豆做一些自然的發酵 會簡單介紹這些咖啡豆的製作過程 最後會給我們不同口味的咖啡 適合的話就可以買回家 不過我們就沒有買到 今天的午餐選了在倉股的cafe 叫做Penny Link 是一間打卡cafe 裡面的裝修也很有特色 會有一些換味的設計 還有行這個波希米牙風 不過它的食物質素就真的一般 建議可以在這裡喝杯飲料 然後再去其他餐廳再寫 我自己也挺推介倉股這個區 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很漂亮的cafe 也有很多文青小店 裡面給人的感覺也挺輕鬆的 下次我會再在這裡來一點 吃飽之後就開始逛逛街 我們就去了這個倉股的傳統市集看 裡面主要是賣一些巴黎的工藝品 會有一些貝殼做的手鏈、拖鞋等等 價錢就不是特別便宜 不過如果看到適合的話也可以先買 之後就走過旁 去了另一個市集叫做La Brissa 它只會在週日開放 裡面也是有不同的攤檔 也有一些賣食物的地方 我自己也挺推薦這個市集的 因為它的環境也真的很漂亮 在一個樹蔭下走又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會刺激這個購物肉 重點是這個市集買的東西 多數都是一些輕製的產品 例如一些香氛蠟燭、一些小食物等等 精緻度在外面的市集是找不到的 當然價錢也會貴一點 我在這裡就買了這隻海浪圖案的木碟 以及充滿海盜風情的貝殼手鏈 之後我們就出發去酒店 第一晚的住宿我們就選了Aiena 它是一個大型的度假村 由不同的酒店組成 我們選的就是Aiena Villa 它的特別之處是可以享用到 酒店提供的24小時管家服務 主要是用WhatsApp和管家聯絡 可以叫管家幫忙預約餐廳 或者安排高爾夫扣車做接送 酒店方面還要好好把我們房間 更新了一間大一點的海景房 大廳的空間非常充足 裡面mini bar的飲品也是免費提供的 整座Filla也很有芭蕾風情 主要是行這個深色的木系裝修 也會有很多原始的元素 但Aiena始終落成的年份已經比較久 所以裝修已經開始有點舊 譬如這些以前很流行的雲石設計 現在看起來會有點老套 再加上酒店始終有一定的年紀 所以設施也有點日久失修 我們第一晚洗澡的時候 發現房間是沒有熱水的 所以也通知了管家幫我們維修 其實很快工人也有來維修 不過做不到 所以幫我們安排了第二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的熱水供應就沒有問題了 但誰知道洗完澡之後用風筒吹頭 竟然因為電壓的問題 令整個Villa跳了按鈕 於是我們又要再通知管家去做維修 雖然經歷了這麼多這些小小的插曲 話多話少也對酒店有點小心 但在檢查的時候 酒店竟然主動提出要 判斷我們的房間服務費用 還送了一條沙灘筋給我們 完全看得出酒店的誠意 所以其實我們也滿意酒店的服務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Villa裡面的私人泳池 因為它的尺寸也真的挺大的 真的可以游到水玩一下水泡 打卡之餘又可以保持私人 那天的黃昏我們就安排了 去酒店裡面一個很出名的酒吧 叫做Rock Bar 因為地方也真的挺大的 所以也要坐車出入 我們就叫了管家安排高爾夫球車載我們去 大概五分鐘就到達了 餐廳是有Dress Code的 所以要留意了 黃昏時候的位置也挺暢瘦的 所以如果要去的話 記得要用WhatsApp預約定 酒吧是位置於懸崖邊 需要大筆程懸崖電梯才可以到達 看著河由一小片變成眼前 一個一望無際金光燦爛的大海 真的非常難忘 是我見過最漂亮的日落之一 酒吧一直都有提供live music 但要留意的就是酒吧是有minimum charge 所以除了喝東西之外 也要叫幾個小吃 整體來說它的質素也挺不錯的 入住的時候 酒店還送了半小時的massage給我們 它的環境也挺舒服的 會有清淨的地方 按摩房的環境也很寬敞 其中一個小驚喜 就是在按摩床下面放了一盆花的水 可以一直聞著花香味一邊按摩 因為凌晨機的關係 所以我很快就已經舒服到睡著了 晚餐方面 我們就沒有出到Iyana的餐廳吃了 只留在房間裡叫room service 它的價錢也挺便宜的 而且上菜速度也很快 酒店的住客是可以在Iyana不同的餐廳裡吃早餐的 我們就選了這間叫daver的餐廳 是管家推介的會比較少人 餐廳不是自助形式的 可以在菜單上選擇一整整的食物 也沒有數量的限制 職員會給我們不同的包店選擇 食物的質素也不錯 它的擺盤也很精緻 我也挺推介這間餐廳 因為比起自助餐它的食物會比較好吃 幸好吃完早餐的雨都停了 於是我們就把時間去酒店的打卡聖地之一 就是它的H2O游泳池 在酒店的高角度拍下去 也真的挺Igable 兩天一夜Iyana度假之旅就結束了 其實我也想在這個度假村住久一點 因為有很多酒店的餐廳和設施都還沒去過 我自己最滿意的就是它的24小時管家服務 酒店的收費雖然不是最便宜 但在同等級的服務來說 CP值已經算很高 大家都不妨預訂這間酒店吧 陳迅 聖地去